眾所期待的Novavax新冠疫苗 總算有了新進度 美國FDA7號召開了專家會議 壓倒性的支持 美國FDA使用Novavax疫苗 尽管這支疫苗出品的時間比較晚 不過這一款次蛋白疫苗 防護力高達9成 而且副作用少 能夠提供給接種疫苗 猶豫不決族群多一個選項 目前歐盟 英國 加拿大和澳洲 已經開始接種 那麼臺灣呢 目前臺灣向COVAX平臺 訂購了兩百萬劑的Novavax疫苗 五月中也收到了廠商提出EUA的申請 目前正在審理借助性的相關文件 另一個讓全球眾所期待的疫苗 就是莫德納二架疫苗也問世了 也就是所謂的次世代疫苗 能夠同時預防Alpha和Omicron 兩種病毒株感染 第三劑的人打了第四劑以後 發現這個綜合抗體 對Omicron綜合抗體 可以比打其他值的東西 高一點七五倍 我們也可以趕快提早來規劃 那這個可以 大家開始來考論打第四劑的一個問題 是在疫苗可以開始出貨的時候 還不知道啦 美國FDA是在六月底的時候 才會審查他們這個疫苗 那臺灣的部分 我們當然也會請這個莫德納 盡速把他們的這些技術的文件 提供給我們FDA這邊參考 目前莫德納已經到過一千多萬劑 而簽訂的合約 包含既有的疫苗之外 以及有權可以選擇次世代疫苗 要是順利通過審查 也會根據廠商供貨之前 計算台灣有哪些人口需要接種 同時也會計算原來的疫苗 和次世代疫苗如何分配 華爾西文料理事件 你一起聽台北報導